好,這邊呢,現在啟動這個叫RotoBrush 這邊應該有pop-up,有RotoBrush Tool 那... 好 那這邊呢,要點圖層點兩下 這個地方圖層點兩下 接著呢,這邊去選你要保留的區域 你看喔,怎麼知道它是要保留的區域 因為它這邊其實會... 我看,應該目前這個是ToggleAlpha ToggleAlphaBoundary ToggleAlpha 這個Overlay 所以... 應該目前是這個有開吧 對,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是去背的 看到嗎 在這邊可以看到開關 那我這邊還要再增加我要保留的區域 所以...繼續畫 這是保留嗎 刷過的地方是保留 所以這邊可以把Boundary關掉 再看一下 好 接著呢,這邊也要保留 所以這邊要點一下,有沒有 OK 好,再看一下 好,再來這個地方也要挖洞 所以呢 你可以這邊,這個要Alter Alter是反方向的意思 所以點一下 對不對 然後再來可以看到這裡 這裡就是亂七八糟的 這邊可以Alter 點一下 Alter點一下 去掉 其實這個 我覺得用畫遮罩的方式還比較好去 不過這邊 重點是教你用RotoBrush 好 OK 好,這邊呢 其實也可以在畫面放大一點 再來是 空白鍵還是不放 再加畫出左鍵 點一下 拜託 Alter點一下 去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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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lter點一下 好 中鍵按著不放拖拉 Alter點一下 去掉 哎呦喂呀 Alter點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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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好啦,可以啦 先做到這裡好了 那我跟你講 還是存檔 呵呵 存檔很重要 那這邊我們現在先把 我的錄影程式在哪裡啊 換掉 錄影程式 好